夢想街57號世界珍寶建賞大會開始 好 首先歡迎各位參加麗玲 我們世界珍寶建賞大會的現場 今天來了兩位收藏家 我看了一下他們的資料 他們收藏的東西 當初買入價格說實在的 花的錢也花了不少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要考慮再三 甚至考慮一年以後 還沒有辦法做決定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我前面 這一個觀音的雕像 這一個翡翠的觀音雕像 當時買入的價格 就花了50萬台幣 50萬的話相當於 可以買一台轎車的 來 我們先歡迎一下 這是來自於高雄市的翁小基 翁小姐 好 翁小姐這是您收藏最貴的東西嗎 目前是 還有沒有再更貴的 現在沒有 所以你今天最想要知道它的價值對不對 對 這幾年前買的 2009年 2009年其實還不算是太遠 大概是五年前 對 所以如果 但是這幾年來 翡翠的價格攀升得非常的快 如果收藏的對的話 搞不好這一件東西的話 現在價值不匪 對 因為老闆一直說他賠錢 本來可以從國產車 然後換到進口的雙力轎車 有沒有機會 希望是 看起來好像他沒有什麼信心的感覺 沒關係 待會兒我們要請秦老闆幫我們見價一下 另外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唉唷 我這剛剛稍微留意一下 來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東西 說實在的 我這樣子看的話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麼 我先給各位 告訴大家一下 這個呢 有兩個顏色的東西 不好意思 這個收藏家 我必須這樣子講 我看了一下 我覺得好像塑膠 這個東西的話 沒有想到 他居然花了70萬台幣所買的 我們先歡迎一下 這一位是來自台北市的 江先生 歡迎江先生 來 江先生 你要不要簡單告訴大家 這個東西是什麼 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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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花70萬啊 14萬多的人民幣 那你怎麼敢買啊 就是 看了就一個衝動就買下來了 衝動就買下來了 70萬衝動的話 可能也要有一點勇氣 不是 因為這個也有一種感懷的心境 因為我父母親以前都喜歡這些東西 那我母親年初過世了 所以看到這些就想到就把它買下來了 想到媽媽了 對 好 接下來我們要特別歡迎的 就是我們的建架師 我們的秦士林 秦老闆 歡迎您 好 各位觀眾 好 首先我們歡迎來自高雄的汪小姐 汪小姐 你好 你好 謝謝 你好 歡迎您來 好 來 汪小姐她本身是營養師 那能不能告訴大家 老公在從事什麼行業 就醫師 好 那是你喜歡玉還是老公喜歡 剛開始是老公喜歡玉 對 所以你們的東西大部分都是老公看過了 負上負損的 就是 沒有 首先是紫羅蘭 紫羅蘭就是那個 因為我們買房子 然後櫥窗空空的 他就說 那我們去買一個什麼東西來放 對 那也不能隨便 不要想說不要隨便亂買 那 那時候就到處去看 然後就看上了這個 你看 櫥窗空了就花一個十五萬 把它填滿 八字座是什麼地方買的 紫羅蘭那個是我們是先去 因為高雄就是一定是十全玉市嘛 好 是 那我們就先去十全玉市那邊看 但是看都沒有喜歡的 但是那時候就認識一個老闆 是 那那個老闆就是他 他就說他們家有一些不錯的 可能是符合我們需要的意義 然後我們就是這樣認識 那他就拿到您家去給你們看 沒有沒有沒有 還是說剛好有那個精品 然後就通知你老公說 對 我們這邊剛好有一個符合您要的東西 對 只要幾乎每個禮拜都會去 那我問一下那個我們的翁小姐 你買的東西買的對 不對 有沒有信心 基本上 我聽你 我看心情 好像沒有什麼信心的感覺 我先生是很有信心 我先生很有信心 我先問一下 今天所有的估價的話 是你老公估的價 還是您估的價 我自己隨便亂估的 你自己隨便估的 好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邊有三個玉佩墜子 然後這應該是您自己的主意吧 不是 都是我先生的主意 我身上帶的 然後手上帶的 全部都是他的 他看完以後覺得滿意 然後再帶你去看看你滿不滿意 還是兩個 夫妻兩個一人去挑 沒有沒有 沒有 就一起去挑 OK 對 好 來 我們先看一下這三個 一個是帶翠綠色 然後一個是白匪 另外一個是這一個 應該也算是白匪 但是上面飄了藍花 對 好 那為什麼會把這三個一塊獎 本來是挑這一塊 就是只有翡翠這一塊 但是因為翡翠那一塊的價格 就是他老闆開出來的價格 我不滿意 就很貴 然後我就說那你就是要 給點什麼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不然就一口價 就是這樣子 25這樣子 三個一起買 對 他當時開這一個 這一個翡翠的話是開了多少 開18 這個是開了18 這個就18了 對 好 那他就 那你殺不下來 就說乾脆我就三個一塊帶 對 對 對 一口價 然後三個一塊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一個翡翠的部分 這個顏色不太一樣 對 上面這邊稍微比較淡一點 底下比較濃一點 帶點坑蟲 帶點坑蟲 然後這個厚度也給大家看一下 薄了一點 稍微薄了一點 薄了一點 然後它也不是太大 對 然後後面有開窗 有開窗子 好 來 我打開來 對 這邊有開窗 好 我們請請大哥幫我看一下 來 看一下 那時候開18萬是幾年前 這一塊是201頂 還是2011年 這是一個老坑的 一個薄片 算比較薄 對 那種水都不錯 種水都不錯 那我們來評估一下 好 您自己估的這一個呢 就20萬 好 他估 對 你三個跟人家買多少 25 那你這個就要跟人家 給20萬 因為它那時候開18 你的意思是說它的開窗 再加2萬就對了 對 因為其實我也搞不清楚 來 我打開一下 現在所有的人都知道 那個翡翠的價格漲了 就地起價 就地起價 好 來 我們請請大哥 幫我們評估一下 這個翡翠的一個 老坑的薄片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25萬 這一個就回來了 這個就回來了 對 因為現在 老坑薄片以前 如果是10年前的話 這個大概在10來萬塊錢 10來萬塊錢 但是薄片呢 現在也越來越少 尤其老坑現在已經 不是說看不到了 所以這個我們給它評估25萬 好 來 這個已經買對了 來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一下 這個是白匪的 冰種的 冰的 冰的 這個是佛像嗎 那時候它這個開價是開多少 這個是佛像嗎 對 就是米勒佛 米勒佛 還滿可愛的 對 米勒佛 而且它雕工其實雖然小 但是它雕工還滿精美的 對 後面呢一樣 有沒有開窗 就是沒有風 沒有風 沒有風的 而且它有一定的厚度 那最重要就是米勒佛的肚子 吐出來的 最重要也有點放光 還不錯 來 好 來 這個那時候它開價開多 它也沒有開價 我就是一口價 就是25萬 對 就是全部就是三樣25萬 然後其他就兩個就是可能就7萬這樣 老冬如果沒有帶你去的話 他這三個會把他帶多少錢 我不知道 他應該不太會殺 他不太會殺 男生帶女生出去就是為了人要殺價 對 就是為了殺價 對 這個你們夫妻兩個人手牽手去買東西 成了生活樂趣了 他們有分工的 是 他每次看上一個東西 然後他就叫我去殺價這樣 其實我覺得兩個夫妻兩個人一起去買東西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樂趣 是 是 是 一文一武嘛 對 而且呢一個 不能兩個人一起這個一起唱賀 就說這個好漂亮 這個好滿滿滿值得 然後就買下去 傻傻買下去 一定要有一個人扮黑臉 對 對 對 所以老闆很怕我 是 這個夫妻 尤其夫妻 你要默契特別強 對 所以可以買到好東西 眨個眼睛就知道要看多少 上面還有一塊小的脆域 對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米勒佛 雖然比較小一點 但是這是一個冰的 一帶方光 來 你米勒佛自己估呢 就 八萬塊 八萬塊 對 八萬塊 好 您自己估是估八萬 我們估一下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冰種的這個米勒佛的預配 目前上場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五萬元 也不錯 這個小了點 不到八萬嘛 小了點 但是它現在反正就是 這個就非常標準 我就非常有印象 在十二 三年前 你要買個什麼東西 它就送給你 反正讓你選 隨便選一個 那現在你看五萬 這個其實都是多賺的 而且我覺得它的顏色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透 沒有什麼 就是太小 這樣子 姿勢稍微比較小一點 透度很夠 好 來 接下來看一下 豆莢 豆莢 這個豆莢應該是近幾年來 在那個整個預配市場裡面 是 最具有代表性的 是 這個年代裡面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這個豆莢 是 那這個豆莢的話呢 來 給大家看一下 一樣它有一個高度在 是 那稍微也是比較小了一點 豆莢最重要的是要看比例 要豐滿 要圓潤 這是一個豆莢的標準 它這個其實有點帶 帶飄花 上面這邊有飄花 其實還蠻漂亮的 蠻不錯的 這個其實也蠻漂亮的 蠻不錯的 就是還是一樣 雞蛋雕骨頭 小一點 小一點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豆莢多少錢 這個翡翠的豆莢呢 目前上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八萬元 好 我們請那個錢大哥 帶我們來比較一下 為什麼這兩個 一個是五萬 一個是八萬 這個 因為這個冰的 冰的帶綠 帶綠 然後豆莢的比例還OK 那這個 這個彌勒佛就是太小 就太小 這個只適合女生佩戴 男生就太小了 對 這個豆莢呢 也是女生佩戴 但是因為太飄綠 而且比較長 比較長 所以我認為這個會比較高 你還是蠻會買的 2008年的時候 趁著金融海嘯風暴的時候 是 這個市場跌價的時候 趕快進場下去買 那時候掏到了一個 不錯的一個東西 而且現在光是這樣子的話 已經賺了十幾萬了 是 雖然我會買 而且你會買一搭二 另外一種喊價的方式 好 來 接下來的話 這個也很厲害 我們節目裡面好像 還沒有出現過這樣子的種地 它已經刺到玻璃種 你看 玻璃老坑 玻璃老坑 然後非常透透 而且它是有一個高度在 通常我們看到這樣子的老坑的話 它通常都是薄片 對不對 而且玻璃種的 來 給各位看 它很厚 然後它的顏色非常非常的漂亮 是 另外它後面的地方一樣開窗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用燈照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很漂亮 很透 不過慶雪 我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發現它是挖底的 挖底 這有開窗 有挖底 真的 它裡面 來 給各位看一下 挖力 它是凹下去的 挖下去 挖進去的 你當時買的時候有發現嗎 因為我不懂 就是我不懂 所以我就 就是 我先生就看就漂亮 所以挖底就是 第一 就沒那麼厚 第二 它的透度是因為它薄 才那麼透的 所以這個要扣分的 這其實有點取巧 對 我們剛才看的時候 覺得它是厚的 是 可是實際上 你給它看一下 它開窗的地方的話 它那個葫蘆狀的地方 凹下去 是凹下去的 它不是平的 或者是凸出來的 它反而是凹下去的 等於是被挖空掉 它這麼做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 你變得薄 讓它變得透 感覺好像有水 是以這個原因 那實際上呢 實際上 我覺得坑種是不會錯的 對 但是因為它挖底 就表示說這個東西的 表面的這個狀況 可能沒有實際那麼好 它那時候買其實不便宜 2008年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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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近期 這是最後面買的 2011年買的 2011年 我先生說 如果它那時候拿出這一塊 它就不會買那三塊了 這是同一家啊 對 同一個 就同一個玉商 同一個玉商 四十全玉是還是珠寶商 就是珠寶商 就它介紹的珠寶商 所以它先賣它這一個 然後後來再賣它這個 就等於越賣越好就變了 它不能一次把最好的東西拿給你 這個種我是沒話講的 這老坑的 頂級的 這個沒話講 這個顏色的話 可以當筆色石頭 是很漂亮 就是說因為它挖底 所以它升值的空間 可能就要受影響 那時候它開架是開多少 它這一塊它開90 開架90 這麼高啊 對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老坑玻璃 薄片多少錢 薄片喔 薄片 就是薄片 挖底不是厚片 好 目前是好中的 行情價值多少 請見價 45萬元 開始賺 45萬元 其實這個... 這個種水我很欣賞 只是因為... 因為它原先就是這個情況 就是在一塊石頭 它為了要多切出一片來 它可能就要挖 就要挖一下 它這樣子怎麼... 它這樣子怎麼切呢 因為它是往內凹的 那它另外一片也是... 對 它有另外一片 再把它這樣子挖進去這樣子 對 一片... 所以比如說可以切五片 它可以切出六片來 對 它有另外一片 它還有另外一片 那你沒有一起把它買 就是因為那一片很... 就太晚看到是前一陣才看到 但是它要賣得更貴 那你確定它只有兩片嗎 搞不好有第三片就出來 它跟我講說它那邊只有兩片 但是那一片比較小 對 是... 那顏色呢 顏色一模一樣 對 所以那個人那時候也要賣比較貴了 對 它是要... 它要... 它說它沒有六十 它不要... 那個翁小姐的話呢 可以在那個珠寶營購買到 後來呢 因為老闆的話呢 哇... 登門道謝 哇... 你在我們家投入了那個... 非常多的這個... 財富啦 老闆那一部賓士車就是他們幫他買的 還有那個柱子也是他們家的啦 是 也幫他們家蓋的啦 所以老闆為了答謝他們呢 請了一個神送你們 對 來 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這一個對不對 好 來 這一個呢是壽三十的觀音百見 對 是 你有特別喜歡這一個嗎 還是說老公有特別喜歡 沒有 那為什麼他會送你這一個 他...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是都不懂 那所以他就... 他就說... 因為他知道我老公喜歡佛像 是... 對 然後他就說這一個是壽三十 那時候我們也不知道壽三十是什麼 回家的時候查 是 才知道說 我先生就看到說 如果是壽三十帶一點果凍的感覺的話 是 就很貴 所以他就把它說 果凍的感覺就是那個啦 他說是怎麼動詩啊 就是田黃啊 動詩這一類的 但是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好 這一個是... 這一個是觀音 觀音 然後觀音的百見 而且他的那個衣服上面的話呢 雕刻非常多的... 紋路 紋路 對 花式 花式在上面 然後那我們看一下底部的一個地方 黃色 黃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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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老... 這個老闆你是教教官嗎 這個送你這個 就... 就買了這一個 2008年買 就只有這兩件嗎 2008年就買了這一個跟這一個 好那個紫羅蘭的雕件的話是15萬啦 然後那個手鐲的話那花的是10萬 所以加起來剩25萬 對... 25萬送你一個瘦三十 應該不為過 就... 那如果是送你一個是仿製的呢 就... 所以我就... 所以我就說我堅持一定要拿這一樣來 但是人家那贈品你能幹嘛呢 是沒有幹嘛 我只是說... 看他的吃意如何 想要知道說他到底是不是瘦三十 是... 那瘦三十攤現在還在擺嗎 還在 還在啊 對... 那你們還有一個高官 我們常常去啊 就好朋友啦 糟了 對... 就是一個觀音 雕得還不錯 來... 我們也來評估一下 好 你自己顧 多少錢 就... 如果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的話就兩萬塊 兩萬塊 對... 那如果是... 如果是... 如果是瘦三十應該不只啦 是...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這個瘦三十的觀音擺件呢 目前市場上 好 請價是多少請見價 五千元 所以它不是瘦三十 這是... 綠泥石 染色的綠泥石 然後仿... 瘦三的天皇 所以這個不是瘦三十 但是它還是一個石 是石頭 所以不是那種... 不是那種人家那種什麼灌焦的石 不是... 這確實是石頭 那還OK啦 但是染色的... 這個綠泥石染... 填黃現在非常的盛行 好 特別要小心 好... 但是這個... 反正是送的 沒有差吧 那這一個呢是祈求你們家平安啦 OK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節目當中呢特別講到 這個我們的瘦小姐呢 是花了五十萬 買的 買的一個觀音匪碎的一個雕件 感覺想要是諾種的 帶匪色 好 來匪色的地方就是在這邊 這邊... 這邊... 然後呢我們看一下 那看這個佛像的話呢 要看一下它的... 髮像 髮像 看髮像 然後呢這個髮像的地方 也就是臉的這個地方 看有沒有 整體的... 這個髮像的比例 我這種感覺啦 就是頭稍微大了點 比例上面... 比例上面 這樣... 當然呢這個... 複態一點 這個對... 在觀音來講這個... 也很正常啦 就是稍微大了一點 在雕刻的細膩度上 中等 並不是非常... 非常細膩的一個雕刻品 對 那水種的... 這個種水的部分呢 我的看法 諾種 諾種帶一點肥 這個... 所以我們來仔細看 而且它的水頭好像不錯 非常的亮 是是 然後另外的話呢 這麼大的一個擺件的話呢 最主要就是要看一下 它有沒有實紋 是 它的實紋到底多不多 然後那時候 你那時候... 那時候它開價是開多少啊 它開180 180 對 砍到50萬 對 然後是在... 2009年 對 就是2008年 你就買了這兩個之後 就一直彈這一件 所以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在那一攤嗎 不是吧 對...同一個 好,來 您自己評估呢 估一百萬 他估一百萬 對 你不知道他在... 隨便估... 金大哥突然之間... 誤了一聲 沒有 似乎覺得他的估價有點不可思議的感覺 沒有,現在到浴室去逛 我都是大吃好幾斤 我的這個... 我的這個... 看法啊 永遠趕不上市場 沒有,他... 他跟我講說 他現在這一尊 他說至少350 我是不相信 來,我們來評估一下 然後這個觀音的一個擺件呢 當時買熱價格呢 是買在50萬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值多少 請見價 40萬元 蛤 賠錢 這個... 這個也不算是賠錢啦 這是見仁見智的問題 這個擺件 所謂擺件嘛 東西一定是... 材質一定是普通的 對 如果是很好 就會做... 做飾品的嘛 當手桌 你比如說如果可以做一個手桌 這一隻手桌可能要三四十萬 對不對 那為什麼不做手桌呢 那可見 這個材質還不到手桌的地步 還沒有辦法做到小的 比如說馬鞍啦 蛋面啦 可能做出來就不好看 所以只能做這個擺件 做擺件就完全就要看 整體雕刻的狀態 我認為啦 這以現在 您這個大概25公分左右 對 差不多25公分左右 雕得還不錯 但是我平常講 也不是說很差 就是雕得還不錯 所以唯一的就是 在這個職財上的這個看法 我覺得價格 並沒有到上百萬的這個... 好來 那其大哥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是不是石紋 是 這邊有一個石紋 對 所以以至於 它沒有辦法做這個飾品 沒錯 那你說要做這個手桌的話很難 然後另外這邊的話 你看有石花 另外那這邊也有 是 這邊也有石花 另外前面這邊呢 還有一些雜的部分 雜質的部分 在底下這裡 好 所以這些的話 可能都會是扣分的地方 這個觀音是相當不錯啦 但是我所見過的 就是最近啦 比這個大增一點的 差不多60公分左右的 大概在賣到五六十萬 大概是五六十萬 大概是這個行情 要破百萬的話 那那個就帶一點紫啦 或者是說帶一點綠啦 應該如果是這樣的話 可能要破百萬 OK 好啦 這裡有一定標準的啦 我覺得那個上下差距 並不會太大啦 還OK啦 算是滿保值的 是是是 好 另外呢我們也要來看一下 另外這一個呢就是 也是跟那個同一個老闆買的 對 你看買到人家送他一個佛像就知道了 來 這一個那時候買入的價格是買十萬 這幾年前啊 就2008年 但是那時候買入的價格是買十萬 那老闆有講說因為那個景氣不好 所以賣你便宜嗎 對啊 他就一直說他賣文便宜啊 對 但是他 而且他 他買這一個還是送這一個 對 買一送一啊 所以你等於是說這個加這個才是十萬啦 那個是薄片 對 那個是薄片 這個送這個 這個桌子唯一的就是有一些帶黑的部分 對 其他都還不錯 好 來 您這一鍋呢 看一下多少錢 就十五萬 十五萬 好 這個是你喜歡還是老公喜歡的 還滿漂亮的 老公喜歡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這個翡翠的一個手桌呢 買入價格是十萬 目前上山行情價是多少請見價 二十五萬元 這個桌子我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 就當然還會帶有的部分還帶一點黑點 如果沒有完全沒有黑點的話 這個桌子最少要破四十萬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一下 這個是紫羅蘭的受陶的一個擺件 您剛剛有特別講到這個其實就是 當時為了要填滿你們家的櫥窗 對 你們家櫥窗多不多啊 就一個很高的櫥窗這樣子 就是一個大概比一個人還要高的櫥窗 所以擺了多少件這種玉雕作品 就這一件 然後這一件 兩件 然後還有這一件 然後還有其他一些小白件 好 那這一件的話呢 其實看起來非常的討喜 而且它的光亮度非常的夠 上面呢 這個瘦桃上面有一個葉子 這是葉子嗎 那是一個錢 沒有 這是一個 蝴蝶 花 沒有 這是一隻鳥 這是這邊綠色這個 這是什麼 葉子吧 這是 對 嫩芽啦 對 這邊嫩的葉子 然後呢是帶綠的 另外這一個地方 瘦桃的地方呢 是帶紫羅蘭的顏色 是 那這個擺件大概比 大概兩個手掌那麼大 來給各位看一下 背後 紫的部分比較多 而且這一件好像比那個 剛剛那個 觀音的雕件 它的材質上面 看起來好像稍微比較好一點 是 感覺上比較好一點 就是比較小一點 所以這件是我自己選的 你自己選的 剛剛那個觀音是老公的決定 這不是樹枝 所以老公的眼光有點好 這是林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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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樹枝 林枝仙桃 還有一隻喜鹊 林枝長在壽桃上面 這不是喜鹊 這老鷹 還有老鷹 這隻是老鷹 他這個座子 還是刻意做成了 孤木的一個座子 這個還 真的有用心在做這個事情 對 好 來 左邊也評估一下 好 我們來估一下 這一個擺件 當時買入價格是15萬 對 那吳小姐您自己估呢 20 他估是20萬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紫羅蘭的壽桃擺件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 價20萬元 這個是 這個是這個帶點紫的好 可惜它不是在正面 然後它叼的呢 我叼的還不錯 它正面這個不是紫啊 不是 帶點灰 只是在後面 那個帶紫 可是它又沒有辦法在後面那邊 叼售桃 後面其實還有很多的瑕疵 被它叼掉了 所以它當然會做一種選擇 這算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擺件 很小 但是買的 我覺得值得 然後有生殖空間 好 其實我覺得這個老闆的話 也沒有什麼賺到你錢 對不對 他賣的價格其實還都滿實在的 對 好 其實應該這麼說 老闆是一定是賺錢的 對 當然這個 但是這個形式呢 就是往那個高層 高處走 所以不但說他賺到錢 你也賺到錢 對 原因在這裡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看一個 這個 這是還滿漂亮的顏色 一個配玉 這個配玉 而且它很厚 握件 然後呢 千萬別說握件 這不是握件 不是 我跟你講 很多人跟我講說 這是一個握件 這就是不讀書的關係 握件是藏品 藏域 哦 人死了 不能兩手空空的 拿個東西 比如說在洪山文化的那個握豬 就是一隻豬 是 就是做成長長的 握在手上 這個叫握件 我們講的是配件 對 配件 別說握件 那這個會不會太重了 這配在身上的話 是 早期這個真的是 配在腰間這個對不對 那你要這樣看 我們現在穿的衣服 是現代人的衣服 以前穿的是寬大的袍子 就現在不會太大 OK 而且它是藏在裡面 對 它是藏在裡頭的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的話 它其實帶點綠 然後它的光亮度非常好 但是我非常欣賞它的雕刻 是 一隻獅子 對 還是什麼 皮鞦嗎 什麼 皮鞦嗎 皮鞦啊 它的頭像是龍耶 龍頭 我感覺也不是皮鞦 那個尾巴是細的 它感覺是一個龍的頭 我也不知道這是不是皮鞦 那個它好像只有一隻 它這個是不是一隻腳 沒有 那是虛 這是虛是不是 那是虛 好 來 那它雕得非常的細 然後後面這邊有尾巴 然後後面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顏色 比較雜一點 有一些髒顏色在這邊 對 裡面有很多的雜質 但是我覺得它最大的一個缺點 應該是這一個 是 這個裂紋 對 很強 來 這邊有一個裂紋 這個裂紋是非常明顯的在這裡 是 來 我們請那個 請大哥幫我們仔細看一下 那時候買的價格買 這個是有三件組一起買的 還有其他還有兩個 這個裂紋就是非常搶眼的一條裂紋 對啊 非常搶眼 就非常可惜 可是這個如果要買的話 其實可以跟老闆用這個來殺獎 但我覺得這個祥獸 這個祥獸雕得不夠 不夠 不夠活 可是很可愛啊 很卡通啊 可愛度我覺得也 也很有限 怎麼說呢 因為要有的是大氣 你像這個尾巴 它雕這麼細跟老鼠一樣 這個是它的缺點 我認為是缺點 這個是缺點 好 但是這個是什麼樣的 是不是A的呢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覺得它其實應該可以 掉一個那個刮痕綿延那種感覺 對 是 因為它的形狀有點像一個瓜子這樣子 好 這邊還有一個股錢 還有一個股錢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好 那時候是買8萬 您評估呢 現在呢 10萬元 10萬元 好 來 好 來 我們來顧一下 這個享受的一個 這個 配件 配慾 配慾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不管這個東西還是假 是 我花70萬去買這麼 找了一個 買一個福貨 就我的話 我還真不敢下手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配件呢 蜜娜的配件呢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還OK 這個是一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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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